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这个手机啊 一天五个电话 一天八个电话给我打 要不要卖房子 要不要租房子 哎呦 我是一开头是好言相劝 我说你就我不卖不卖 然后后来我又小之以情动之一流 我说你这样你老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但是没有用 你知道吗 到前几天 我最后崩溃了 我认为公安局应该干预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他还不是一个公司打的吗 就不无听打 到最后我就急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怎么得到我这个个人信息的 你怎么知道我手机的 我说我相信你肯定是不合法得到的 我说你们对我这个生活构成严重骚扰 我说你再这样 我报警 然后那边那个房产经纪那小孩 可能给我吓着了 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新来的 我不知道 我跟我们领导说 让他把你的这个从我们电脑上屏蔽 我说屏蔽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他电脑里有大量的我们的个人信息 数据库里面有各种这样的 那么业主也好 客户的信息也好 这个个别逼的比较狠的 有些人最后为了这个事情不得不换号 对啊 我说我招你惹你了 我翻不翻 我倒跟你不一样 我是主动的把我的手机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通过就是说打手机的这种频率 比如说给我打美房美房的这种频率 这种价格的反应 我能了解房地产市场 哎呦 你看我作为传媒人真的应该向你学习 我是基本上这个大的一些公司 包括你们公司肯定都有我的手机 因为打完之后我这个价格我知道怎么样 而且打的频率能说明这个热度 你比如说现在打的频率又很高了 所以说明要出货 所以说明要出货 我最近咱们就得说说了这个什么国四条 他们说这个国家调控这个的组合拳打出来 我注意到呢 您的观点跟您这个口音很像的潘石屹的观点差不多 都是说这个政策呀很精准打击了这个炒房者 而且从股市表现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4月20号的股市盘面看 地产板块跌幅榜 整个地产板块有20多只个股跌停 然后你看说原来北京通州领长 说卖的最火的是黎原 他们有人说北京通州这一阵的泡沫达到300% 而且我还听说了就说是北三环那边一个 那就是炒房客吧 抛售20多套房子 就是均价大概是接近4万一平米 差不多一个亿 在深圳更多的是有上百套的抛售 680套深圳一房主 680套房子抛出去了更严重一些 那其实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一夜之间就扭转过来 因为我们其实在房展会之间也碰见过一次 我们俩人也一直在论坛上 那个时候还正是最疯狂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的是卖房市场 开发商想涨价就涨价 然后业主经常是签合同最低就涨几十万 有个笑话嘛 两个人去通州买房子 这个小夫妻俩一看这个房价比较高 说出去咱们买个煎饼 买个煎饼商量商量再回来 一回来就涨了五十万 就吃一个煎饼的补补 这个肠子都毁清了 一夜涨了四千 而且理直气壮 最后是业主跟那个开发商 总业主跟开发商之间 车业谈判 抬到凌晨四四点达成协议 双方做了一个长步 像这种当时我记得这个疯狂 大家小的是 当时我们谈的是 这个疯狂会到什么时候结束 自然的结束 没晓得是现在出台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我为什么说非常清楚 因为它的确是打到了要黑 打到了其错 但是我插一句 要照这么看 这打击炒房客打击投机 过去咱都觉得这个中国这个问题是个死结 解决不了吗 国家这样能这样能解决 这次看你是能解决 能解决 那早干什么去了呢 应该说09年底啊 已经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当时因为大家都在喊说 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 这个复苏的这么一个趋势 会不会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有忌讳的 因为一代房地才打下去 我们看三家马车里边 一代房地才打下以后消费本身拉动 它需要长期来拉动 房地才一代打下去 那等于经济就说我们原先8.7的这个增长 到2010年究竟随雷把这块迷上去 我们看不到 今年我们看到了 卫贸增长的很好 稳定的性性 第二点消费仍然继续扩张 那么这两两大块 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现在一旦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打最会的结果就是把它打死 那么打死以后我们这个GDP 这种经济复苏的特势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会持续下去 因为现在一季度11点几 我们打下去3% 因为房地才本身它的拉动没有3%的 我们哪怕把它打下去3%